好 我們提到區域風險提高 所以中國大陸長期以來 也透過各種方式要取得黃金 要請教紙捐 現在大陸的手上的實體黃金 聽說比美國還有更多 好 我們先以七月 他到底買了多少黃金的數字 先來跟大家來給一個輪廓 這邊有一個統計數字 就是以俄羅斯來說 俄羅斯它其實是一個 還滿大的產經的國家 因為受到了西方國家制裁的關係 所以他們現在 他不能夠賣黃金 他不能賣黃金 他就少了收入 但沒有關係 現在誰把這個量買走了 中國把這個量買走了 中國在七月份的時候 他買了俄羅斯的黃金 增加了年增率 這個大概要怎麼唸 4800 大概48倍 原因當然也是因為俄羅斯 因為下被制裁了 他不能賣給西方國家 所以的確 他的黃金有稍微打折 他用七折這樣左右的一個折扣 然後賣給中國 這是在俄羅斯的黃金的部分 那同樣也有一個數字是在瑞士 瑞士也是一個會賣黃金 很知名的一個國家 以瑞士來說 他在七月份 他賣到了中國的這個數量 同樣 他這邊寫說是 比五月的時候增加八倍 那數字大概是五年半來的新高 所以也就是說 不管是以中國的角度來說 他不管是從俄羅斯進口 或是他從瑞士進口 數量都突然之間增加了很多 那同一時間還有一個 這算小道消息嗎 這也是現在大家 有很多人在討論的 其實中國有很多的銀行 包括像工商銀行在內 他們分分都公布了一個指示 他們是說 從八月中開始 一直到十月十七號 對民眾 他們的黃金都只能夠出 不能夠進 就是民眾你只能夠賣黃金 但你不能夠買新的量進來 那賣出去賣給誰 就是賣回去給你的銀行 要嘛就是給你的央行 中國的央行 人民銀行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些黃金是不是都會在 政府就是央行的手上 那他們到底為什麼需要 這麼多的黃金呢 這就是大家現在在討論的事情 那現在有一種種說法 如果真的發生這樣 當然是我們最不樂見 現在有一種說法是說 有可能他們現在是為了 避免他們萬一 如果發動戰爭的話 會被其他國家做制裁 那他們要為這件事情 來做一些準備 所以他要擁有這麼多的黃金 那當然他是以看誰 當他的例子 當然就是以俄羅斯好了 以俄羅斯那個時候 因為發動烏二戰爭 所以他受到西方國家的制裁 那個時候他們的蘆布 從原本大概是60蘆布 對1美元 那時候因為受到制裁 所以大幅的貶值 到大概150蘆布對1美元 那大幅的貶值 那個時候俄羅斯的政府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出來宣布 他說我現在我不兌美元 我可以 俄羅斯的民眾 你可以用5000蘆布 然後來兌1公克的黃金 好他用這個方式推出了之後 的的確確又就讓蘆布的 匯率的貶值就停止了 那已到目前最新回到了 大概已經回到了 大概60蘆布兌1美元 也就是說西方制裁沒有錯 但他用這樣的一套方式 等於是讓他自己的蘆布 去跟黃金做了一個掛鉤之後 所以他那個時候他就成功的 把蘆布這個價錢給穩了下來 所以現在大家就會想說 對你中國到底為什麼 需要這麼多黃金 剛剛有講出一個數字 你說中國現在大概有1.8萬噸 好這個數字是什麼樣的 像說是怎麼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以美國來說 他大概實體的黃金 大概是8000噸 但是他這個是1萬8千噸 所以他是多了一個位數 他不是多1萬 他是整整整多了一個位數 所以以中國來說 他現在實體的黃金存量 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才會現在想說 他到底為什麼要買這麼多的黃金 要儲存這麼多的黃金 所以現在大家有在猜測說 會背後有一個可能的狀況 是要為了避免他自己發動戰爭的時候 會被其他國家 大家就想說戰爭的話 都是買黃金就對了 沒有錯 好 不過我們說到 現在全球都有通膨的問題 是不是在這個時間 也很適合去投資黃金 先休息一下 稍微